最後兩個是重點 碳酸鈉跟碳酸氫鈉 這個是重點 碳酸鈉跟碳酸鈉都白色了 白色不用背 丟到水中 會有部分解離 解離出會有氫氧根 所以它是呈弱碱性 都是弱碱 但是碳酸氫鈉的碱性更弱 就是比碳酸鈉才要 比碳酸鈉才要更弱一點 那因為它呈的是碱性 所以通常都把它當作碱來使用 把它當作碱來使用 而且它又不會很強 所以就比較安全 不會有太大的腐蝕性之類的問題 OK 這兩個碰到酸都有二氧化碳 我們以前講過了 碳酸鈴加C酸會產生二氧化碳 這兩個都是碳酸鈴 所以加C酸都產生二氧化碳 這以前教過了 碰到酸都有二氧化碳 這兩個反應是兩個都一樣的 碰到石灰水都有碳酸鈣沉澱 這反應也是兩個都一樣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這兩個幾乎都一樣 顏色都白白的 然後呢 溶於水都是成弱碱性 碰到酸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碰到石灰水都會產生碳酸鈣沉澱 目前為止兩個都一樣 碳酸鈴叫做酸鈴酸鈣沉澱 碳酸鈣叫做酸鈣沉澱 平常把它當作鹼來用 所以可以做洗滴液 我們小時候我老媽說要洗抽油煙機 就去外面買鹼回來 就是它 然後呢 因為我們講過鹼可以溶解油類跟脂肪對不對 所以它鹼 然後它叫做洗乾淨 所以它叫做洗泥鹼 蘇澱又叫洗泥鹼 它可以幫我當作鹼來用 去除一些油汙 然後工業上可以做肥皂跟玻璃 碳酸鈴它叫小蘇打 小蘇打 當然叫蘇打 叫小蘇打 用途 胃藥 就我們前面教過了 胃藥成分 酸鹼中和 酸鹼中和 OK 八個 這是個重點 這是重點 這碗液受熱之後會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這個是重點 碳酸鈉受熱不會分解 碳酸輕鈉受熱會分解 所以把它當作八粉 放到那個麵包的那個麵糰裡 然後一烤 它就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麵包就會膨膨的鬆鬆的 吃起來感覺比較合同 為什麼要加一個弱酸 因為確定它能夠反應完全 不然它如果留下來的話 吃起來會鼓鼓澀澀的 就要反應完掉 所以叫做培用解 所以剛才叫做洗鼻解 這個叫做培用解 烤麵包用 OK 重點 它受熱會分解 然後所以可以 然後最當滅火器 滅火器 這種是古老已經絕統的滅火器 叫做酸鹼滅火器 裡面有濃硫酸跟碳酸氫鈉 然後使用的時候倒過來 讓濃硫酸流出來 碰到碳酸氫鈉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達到了滅火的效果 然後滅火的效果 這個是碳酸氫鈉加酸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達到滅火的效果 這個滅火器我小時候都是這種 但現在已經絕種了 已經看不到 你看不到 好 它使用不方便 使用不方便 而且它很重 然後它要倒過來用 所以現在要改用所謂的泡沫滅火器 或乾粉滅火器 我不太講泡沫滅火器 我這邊帶一句就是說 把硫酸反正硫酸就過去了 我們比較會講的叫做乾粉滅火器 就是這個 碳酸氫鈉加氮氣 因為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 噴到火場受熱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達到滅火的效果 這個蛋就是幫我把它噴出去的 幫我把它噴出去的 所以呢 就是你們應該說什麼 啦啦鴨那個口訣對不對 然後把它利用氮氣 把它噴到火場裡 在火場中受熱分解產生二氧化碳 然後蓋住 然後達到了滅火的效果 它會產生二氧化碳 它是水 所以 所以它原則上是不可以拿來滅 電氣走火 可是你在市面上現在看到的乾粉滅火器 就告訴你A、B、C類都可以滅 電線走火也可以滅 因為裡面放的不是碳酸氫鈉 裡面放的不是碳酸氫鈉 但是我們課本這樣教 是你就這樣考就好了 乾粉滅火器叫做碳酸氫鈉 它真的裡面的成分是零酸二氫鈉 我好不容易看到了一個面 我這樣終於有標示它裡面什麼成分 就把它記下來 半碳都沒有標 好 看現在就可以了 好 烤去就烤 碳酸氫鈉 不夠了 OK 好 這是重點 就是碳酸鈉受熱不會分解 碳酸氫鈉受熱 所以是keyboard 重點 碳酸氫鈉受熱會分解 碳酸氫鈉受熱不會分解 所以比較一下名稱 誰叫蘇打 誰叫小蘇打 誰是洗地點 誰是培用鹼 然後都是弱鹼 一個強弱鹼 一個弱弱鹼 然後死灰水中 酸水中 這比較正常 重點 加熱 反應不同 請你把它記好 這是它的重點 上面的重點 有顏色字都把它記清楚 有顏色字 黃色字就把它記清楚 這是你所要學會的事情 OK嗎 OK 很好